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讲到狗细犬 封面上用了一个郎士宁的画 石俊犬里面的那个狗 这个狗就是俗称的细犬 他有十只 郎士宁清朝的意大利画家郎士宁 他原来是传教士 到中国之后他就变成宫廷画家 在故宫里面很多他的画 其中最有名的石俊犬 他的增基就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在台北 石俊犬这个图像 刚开始看起来觉得很特殊 因为他的腰 那个狗的腰非常细 好像营养不良的样子 然后这个 他有十只 好像是乾隆还是康熙的 那个爱犬 有十只 宫廷里面的 然后他那个脖子上的那个项圈 之后面的那个链条不是很长 就是很短 就是手把的 人就牵着那个狗 那这种狗就叫戏犬 其实戏犬在那个中国古代的那个画里面 在那个唐朝以前就有 那另外就是在那个元朝最多 你可以看元朝那个狩猎的人 他不但那个手上架的鹰 那个马鞍后面 不但有不但有这个 有戏犬 猎犬 还有猎豹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舍利 舍利 舍利不是那个佛教的舍利 那个舍利是一种猫科动物很大 很多的军 那个军队 古代的军队 他那个军旗上面的秀的舍利 因为舍利是因为他的那个体型 是一种比猫还大的一种猫科动物 但是比豹还小 但他可以以小博大 很凶狠 你可以想想看 这些凶狠的动物 像猎豹什么 那么乖的跟 跟家犬一样 就坐在那个马鞍的后面乖乖的 老鹰这么这么这么 所以蒙古人他们对这个是非常之那个 而且中国古代有一句话 叫做千仓背荒 千仓背荒 千黄背仓 讲错了 那因为他们古代人一直讲到这个 讲到那个去打猎 就是千的黄狗 黄千黄背仓 背就是手臂 背仓 就是把老鹰架在手臂上面 那个苍鹰 老鹰叫苍鹰 老鹰不是青色的 毛色是褐色 但是有那个 那个 海青 海东青是白色的底上面 有蓝色的斑点 这个比较特殊 那今天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狗 就因为我看到那个 那个长安十二十尘这个这个影片 那个导演他还特别去搞了一只 搞了一只这个戏犬来 而且在里面很搞笑 那个因为那个男主角李小进说 要请他到 请他的朋友到宫廷里面去 去接这个 商界一只戏犬来 要当做猎犬 实际上这个情节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因为戏犬这种东西 那个 我随手画了一下 因为 download不了图像 所有图像都有 都有著作权 所以不能download 所以我随手画一下 我这边那个 狗的百科全书 很多很多本 我也喜欢养狗 所以我随手可以画 因为他最大的特色 为什么叫细犬 就是因为他的腰非常细 可是他的胸部 很大 所以他肺活量很大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 他的腿特别长 特别长 善于奔跑 细犬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就他的尾巴很长 我画的这个就是 大部分的这种猎犬 这种英文叫hound grayhound 灰狗 灰狗巴士 grayhound 灰色猎犬 hound hunter 那个英文的加上d grayhound 那这种狗的耳朵是这样 有的像阿富汗犬也是属于这种 反正这种狗都是舶来品 他的腰很细 非常细 就是人家贡献到宫廷之后 在中国繁殖的 那那个刚刚那个 狼士林画的食俊犬里面 他的那个尾巴都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姿势 而是垂下去的 也没有断尾 也没有剪耳 就是这样 那这种狗 其实他这种狗的主要 现在在阿拉伯国家也 也还有他们这些贵族 很喜欢在沙漠上面 放那个兔子 放野兔 然后用这个狗去追 这种狗是跑得快 因为那个犬追兔 他们一种娱乐 据说在唐朝的时候 就很流行这个 那到元朝更多打猎 但是他们打猎的时候 是让这个狗原来不是在牵着走 而是在让坐到马鞍上 从高处往下看 把那个兔子驱赶出来之后 兔子开始跑之后 这种猎犬 它是靠视觉 不是靠嗅觉 而张晓敬 他现在想用这个猎犬 这种嗅觉来找到 用那个味道 用香粉的味道 来找出那个咸鱼饭 那实际上用这种犬是不对的 大家都知道 用鼻子来嗅觉的里面 最厉害的就是寻血猎犬 Bron Dog 意大利的 那种狗耳朵很大 然后他就像现在 世界各国的那个 搜寻那个实体 或者搜寻凶手的时候 或者搜寻逃犯的时候 都是用那种狗 他把那个绳子放很长 让他找 让他去找 因为他叫那个 中文翻译成寻血猎犬 实际上 英文他就是Bron Dog 血犬 血就是血液的血 那这种狗 他主要是散跑 所以他那个 你看那个赛狗 在澳门那个赛狗 都是用这种 这种 所谓Greyhorn的这种狗 而美国的那个灰狗巴士 周级的那个 公路运输的灰狗巴士 那个标志就是 就是赛狗的 就是这种姿势 那我 我 这是我手绘的 那我 我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东西 除了千 千黄背仓之外 而且也讲过 这种狗主要是跑得快 所以他们来赛狗用这个 那他的追逐主要是靠他的速度 不是靠他嗅觉 这种狗有一个特色 他的他的背后是拱起来的 拱起来的 那个拱起来的 狗的脊椎骨如果是拱起来的话 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有寄生虫病 寄生虫病 如果很严重的狗很容易这样 就是他那个背后的脊 那个脊梁骨 全部都很明显 就是瘦骨临巡 各位可以看中国古画里面 常常会有那种狗 那个脊椎骨一节一节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电影里面找的那只狗 也是一只瘦狗 其实细犬不应该是那样子 因为他瘦成那样子 他怎么跑得快 这是一个大问题 而且那个狗的背后拱起来的 通常都会有一种叫做工虫 工虫病 寄生虫病 寄生在他的那个骨骼里面 所以他的那背会拱起来 一般狗也会拱起来 但是他不一定会细犬 而这个细犬并不是因为他肚子 肚子饿 饿住他 他才这样 他天生就是这个肿 但是有一个特色 各位可以看 他耳朵是自然的 自然的耳朵 不管是下垂或者怎么样 像他的尾巴 他的尾巴 很多这种细犬的尾巴 会这样卷到前面来 卷到前面来 大家都知道那个狗 狗在害怕的时候 夹的尾巴跑 不是 如果有人打那个狗的话 狗打不过其他 狗跟狗打架 打不过或者他 他认输的时候 他是会夹的尾巴跑 这不就是夹的尾巴 尾巴在那个两个腿中间 那 这就是细犬有很多是这样子的 他夹的尾巴 不见得是真的害怕 因为这种犬 基本上他 他只会对什么 对付那些野兔 他不能够 跟那个猛兽来搏斗 他只是一个狗追兔子 这样而已 他没有什么狗跟狗打架 用这种东西 不是 他不是一个很凶狠的一种 一种猎犬 因为刚刚讲的时候 中国人一向都相信夹的尾巴 认为狗是夹的尾巴 因此我童年的时候 很多家的那个狗 的尾巴都是断的 很多 我听以前的长辈讲说 他们亲手用菜刀把那个狗 把那个狗抓到之后 让那个冷播房的时候 一刀子给那个狗的尾巴给切断 切成这样子 那据那些长辈的人的说法是说 当这个狗没有办法 他害怕的时候 他没办法夹到尾巴的时候 因为他夹的尾巴 是要保护他的那个狗丸 跟他的那个生殖器 熊公狗 是保护他的生殖器 免得被对方给咬坏或吃掉 因此他要夹的尾巴 现在他没有尾巴可夹了 他只有什么 只有奋战于途了 拼命了 这是我的长辈这样讲 所以我们那个以前住在 我们的邻居里面 很多人很多家的狗都没有尾巴 都是断的 但他那个断的不是用手术 就是用菜刀 那将来会不会发言 会不会长好等等 他们不管 他们认为狗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家里 一个命是很贱的 能活就活 不能活拉倒 但他尾巴没有了 他就他就会勇敢 这是我以前的长辈 长辈们这样说的 刚才我已经秀过细拳的尾巴 尝试夹到那个腿中间的 那再来再讲一下 这个耳朵 我这画的是赌兵犬 因为我要download 一个赌兵犬的照片 所有的照片都被保护 不能download 所以OK 那我就直接用画的 我也不把那个百科 狗的百科拳处拿出来画 因为我以前养过赌兵犬 我非常喜欢这个犬种 赌兵犬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站起来的时候的姿势 是这样子的 我这边画了一个姿势 他是整个身体前倾 然后那个后腿是往后面的 一般他不是 他的后腿的两个爪子 并不是从后的宽骨下面垂直下来 而他是在宽骨的后面 然后再来就是 他的整个身体都是往前驱的 不管你有没有用链条 拉住他的脖子 他都是往前驱的姿势 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看起来就是往前的动作 他不是细犬 所以他的那个肚子 并不很小 但是他的胸不大 有点接近细犬的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 毒兵犬的耳朵是剪过的 用手术来剪过 跟这个细犬是不一样的 他们有那个结构上的有极大的不同 那这个这个剪耳这个动作 剪耳朵这个动作就是要手术的 那这个为什么要剪耳 各位如果仔细看过这个 这个比如说剪耳朵 剪耳朵的这狗有很多种 有赌兵犬 有犬尸狗 boxer 然后另外还有大丹狗 这些狗都是耳朵都是剪 如果你近看上 你觉得他很不自然 他不是天生的这样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些狗 如果你没有把他耳朵剪掉的话 他耳朵是垂下来的 而且很大 那很大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种猎犬 打猎用的 打猎用的时候 他要追到那个猎物的时候 追到荆棘里面去的时候 那些小灌木里面的时候 他如果耳朵很大的话 他会被荆棘给刮伤 或者是被阻碍 大家都知道 圣经里面讲 大卫王的那个长子想要篡位 他长子叫什么 我记不起来 好像叫压杀龙还是什么吧 结果大卫王的那个手下去抓他的时候 他是怎么被抓到的 是因为他起码经过一个树的时候 他留长法 那个长法勾到那个树 结果被 被那个头发绊住 马跑了人挂在树上 结果就被那个大卫王的手下抓到 把他当成杀死 本来要篡位的人 这个题外话 那简单讲就是说 这个捡耳朵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狗 他能够钻能够跑 不会妨碍他的行动 第二个就是他跟野兽在打斗的时候 那个野兽要咬他 如果他耳朵很大的时候 就会被咬到 咬到就像那个头发被人家抓到一样 不能自主 他耳朵很小 其他的野兽咬不到他耳朵 耳朵不是要害 也无法怎么样 这个赌兵犬是一个非常会打斗的 非常凶狠的狗 而且他的犬齿非常利 所以我特别喜欢赌兵犬 以前有个电影叫六犬大盗 那个时候我看这个电影是高中吧 我就很迷上这个狗 一直到后来有钱的时候买了 然后养了 而且养的是咖啡色的 独兵犬的那个眼睛上面 有两个 有两个那个像那个 像那个那个假眼睛似的 两个斑点 如果是黑的话 他就是棕色的 如果是棕色的话 他就是土黄色的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独兵犬 那独兵犬这一类的就是断尾跟这个剪耳 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他害不害怕的问题 而是他要打斗 他原来是猎犬 他要打斗 他要到处钻的时候方便 因此就要做这样的动作 那讲到这个剪耳 他其实有技术性的 我在那个无医关纪念馆里面 我已经讲过 那个时候我们有那个课程 就是教你如何断尾跟剪耳 那都是手术 都是外科手术 不是用菜刀一下子就解决了 那耳朵你也不可能用菜刀 你也不可能狗在有知觉的状态之下 拿剪刀把他耳朵剪成这个形状 都不可能 因为他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 也不是还在吃奶的时候 你就做这个手术 做这个手术可能他会发炎 会有其他反应 还有等等的 因此你必须要等到他 至少要几个月之后 耳朵长大之后 才开始做这个手术 所以这个都是这个 这个狗的一个特性 那这个 因为你把他的耳朵剪了之后 他站起来的姿势 他为了保持平衡 他因为他的耳朵 已经不会再妨碍他的行动 他也没有尾巴了 因此他站的姿势 就会很特殊 跟所有的犬种 站的姿势都不一样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所谓细犬 细犬 细犬很明显 不是一种 是那一类的 英文就叫做Hond 那有灰色的叫Grayhond 其实那个不是灰色的 而是白色上有黑色斑点的 叫Grayhond 也就是美国洲际的公路上的巴士 那个长途巴士 就是那个灰狗公司 基本上由他独揽了 那那个电影里面讲的 那个细犬 他还叫那个细犬 叫阿戏 实际上 那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信息 这种狗 他不是靠嗅觉 这种细犬 不是靠嗅觉 而是靠速度 它是靠速度取胜 他的嘴巴 他裂开的那个长度 嘴巴的那个 那个鳄骨很长 所以他一口就可以把整个兔子 的脖子咬住 而他比其他的狗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的上下饿非常的长 比例上来讲非常的长 再来就是他跑得非常快 所以现在赛狗都是用这种细犬 而那个不是用他的嗅觉 那毒兵犬 他兼而有之 他有他的嗅觉也能够 嗅觉也不错 但是不是那个不像那个巡血猎 Bron dog那种的 每一种狗都有他的特色 凡是工作犬 work dog 凡是工作犬 都不是宠物 当宠物养 而他们每一个都有 当初这个育种学把他们培育出来的时候 都是有目的的 有特殊目的 比如说这个赌兵犬 赌兵犬的那个 他英文叫做Dobman Pinscher Dobman Pinscher 我们叫直接因为Dobman Dobman Dobman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家族的姓氏 Pinscher是他的那个第二代的名字 这个狗的育种 花了三代人 从祖父孙三代人才定了姓 所以就用他们家族的名字 姓名 来命名这种犬种 就叫Dobman Pinscher 最早以前传入台湾的时候 大家叫这种狗叫品词犬 就是后面那个Pinscher 后来人家发现到 因为知道这个狗的来历之后 就把犬名都列出来 叫Dobman Pinscher 后来就用前面Dobman 把它直接翻成中文叫赌兵犬 是因为德文Dobman 是一个姓氏 德国人姓氏 所以这个狗它有三代才定了姓 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家族 本来都源自于一个种 然后那个种之后 经过人类的利用育种学的原理 一直在改良改良改良 改良的目的就是要 它要能够担当某种特殊工作 所以就发展出那么多种犬种 今天不绣那个狗的谱系 那个狗的谱系是一大章 有上百种 上百种种类 那各地的全种 它原始的那个种类 都是一个圆组 然后分 后来因为育种学的关系 就分成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 因为它有特性 按照那个特性来 杂交 回交 反交等等等 育种学的那个手段 就造就出那种不同的不同的品种来 那个关于这个养狗 我在有一些叫做那个训犬 训犬这个训犬的训犬学吧 我放在下面 各位有兴趣可以点 我家曾经养过的很多种狗 跟各位爱犬的朋友们分享 这个从那个长安12时辰里面 让我想到跟各位聊聊狗狗的123 谢谢 谢谢